为内湖交通问题,北市府决定拓宽港前路,由东向西二线车道,增为三线车道,预计年底完工。 副市长林清荣今天前往视察,表示内科持续发展,先拓宽港前路,搭配东侧南北向捷运,三阶段对证炸药。 记者张世杰摄影,分享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感叹内湖交通没救了,让内湖拥塞问题诱惑关注。 去年北市府抛出轻轨构想,打造台北山手县,南北串联横向捷运线,如今全岸大转弯,副市长林清荣今天首度松口,考量系统衔接,交通效益将变成东侧南北向捷运系统,朝向中云量地下化。 根据捷运局初步试算,原计划的轻轨以每公里10亿元计算,预估约需125亿元。 新评估的地下化捷运,变成以每公里50亿元计算,换转下来,若全面地下化,造价暴增为700亿元,新旧差异5倍之多。 内湖交通长期拥塞,连市长柯文哲都感叹内湖交通没救了,北市府决定分阶段动刀解套,优先拓宽长期拥塞的港前路。 副市长林青荣今天前往视察,北市新公处于简报中指出,港前路由东向西将从线行二线车道增为三线车道,预计年底完成。 对于外界好奇内湖交通如何解决? 林青荣表示,内科发展20年之久,如今变成15万口工作人口,在当年都市计划。 始料未及,交通问题分为小手术、大手术,先拓宽关键瓶颈路段的港前路,最关键就是东侧南北向捷运系统。 林青荣接着说,东侧南北向捷运系统将串联北市横向的四条捷运线,北起捷运线南站,南至捷运动物园站,并朝向中云量地下化可行性研究中期报告已出炉,也跟科市长报告,预计近期就会对外说明。 不过,去年北市府才对外宣布,东侧南北向串联,将以欧洲流行的轻轨形势呈现,化身台北山首线,除了可以降低财务负担,也能加速兴建。 林青荣解释,南环线,北环线已被中央定格为中云量系统,考量系统衔接,长期投资,跟交通瓶颈效益,基于必须全区照顾下,从金轨跃升到中云量,东侧南北向捷运系统,我们认为越来越成熟。 北市捷运局长张泽雄今天受访时说明,可行性研究最快明年7月出炉,之后报给交通部核定,至于新族计划造价差异,张坦言,地下化当然比较贵,若选择平面化,挖隧道,车站的钱都可以省下来,这还差蛮大的。 依据去年北市府提出轻轨计划,起始站为捷运渐南站至台北101世贸站,总长12,25公里,如今东侧南北向捷运系统南端变成动物园站,并分二阶段施工,第一阶段依旧为渐南站至台北101世贸站,第二阶段,才是动物园站,全长约14公里。 北市捷运局主密网为补充,若使用轻轨系统,势必占用路面道路,内湖交通孔更庸塞,至于采用高架模式,有噪音,都市景观问题,经多方讨论,倾向地下化,当然相对耗时,已请顾问公司提出适当评估资料,并研究工法,路线。 交通大学副教授黄台生认为,目前台北市南北向捷运系统景文湖线,的确需要另一条东区的南北线,原本是否思考用轻轨,只会让交通更恶化。 当然用捷运方式,经费庞大,供期较长,但外界不要害怕,只要一起努力去推,就能早一点实现。 但将大学运输管理学系教授张胜雄建议,他虽然还未看过往整计划,但台北市很像主要干道,包括信义、中校、南京等,每条路线见得不远,定多约一公里。 若用捷运串联,效益是否足够,以及运量能增加多少,北市府应该要思考清楚,为内湖交通问题。 北市府决定拓宽港前路,由东向西二线车道,增为三线车道,预计年底完工。 副市长林清荣今天前往视察,表示内科持续发展,先拓宽港前路,搭配东侧南北向捷运,分阶段对症下药,记者张世杰摄影,分享。